中文字幕——YK 而AZ对于印度变种病毒 它可能两剂防护力就60% 所以英国现在希望原来只打一剂AZ的人 第二剂加打的是Pfizer 而混打可不可以是很多人问的问题 事实上全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期刊叫英格兰 New England期刊它正在研究 他们认为科学家认为甚至混打的防护力 还超过你完全只打一个厂牌 那么这个研究报告还没有完全正式出来 让我们来看其他的国际新闻 本周丹麦公共电视台第二 在其他国家公共电视台扮演的角色 都不是护航政府 所以台湾是比较特别的 在其他国家都是属于独立媒体 丹麦的公共电视台第二报道披露 2012年到2014年间 丹麦的情报局协助美国国家安全局 这是欧巴马执政的期间 窃听监视包括德国总统 梅克尔在内所有欧盟的政治领袖 当然也包括当时法国的总统 马克宏法国总统立刻要求美国澄清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 事实上在丹麦的公共电视台第二报道 这件事情之前 Edward Snowden 美国前情报局的雇员就已经揭露了这件事情 还被美国通缉 而2020年这次所监听的事情所披露出来的 是更多的技术升级 更多窃听的新的细节 那更多的是如何显示出来 美国如何监听它的友好国家的元首 那为什么丹麦愿意跟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 丹麦现在在国内引起了一定的政治风暴 那么当时所披露的细节里头显示出来 美国经常是提供给这些国家专业的知识 软体硬体设备专利的各种转移 技术的转移 交换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单位 帮它窃听 其实跟它一点敌对关系都没有的 欧盟国家领导者 大家都知道 哥本哈根著名的小美人鱼 但恐怕不知道 美人鱼背后的丹麦海域 还藏着除了童话故事之外 难以想象的秘密 全世界一共有447条这样的海底电缆 负责全球网路 交错密集的连接 被视为全球海量资讯流动的高速公路 他们也会让美国人 参考虑的资讯录取消息 与梅克尔林和召开的记者会中 严正要求丹麦以及美国提出说明 同样的话 梅克尔早就已经说过了 早在2013年 原为美国国安局技术人员的 吹哨者史诺登 就已揭露 美国非法监听梅克尔的手机 欧巴马虽然没有为此公开道歉 但是在接受 德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 他和梅克尔在外交政策问题上 可能看法不尽相同 但这不构成坚定的理由 没有人忘记 欧巴马的搭档 为欧巴马的国际外交补强的副手 正是拜登 但是谁规定了 盟友之间不能彼此监听呢 2021年的监听 相较于2013年 美国监听的手段真的改变了吗 最大的差别 并非可以想见的技术升级 而是透过五眼联盟 与与丹麦在欧洲 最大的经济体 事实上 早在2015年 台湾政府就知道 这个被称为猫尾草行动的监听活动 但是不但没有告知其他的欧洲国家 反而保持机密 这也许可以解释 对于监听事件 德国相对之下 这是一个任何小国都难以拒绝的合作交易 但是美国为什么要对自己的监听 进行监听呢 监听的范围 不只是军事 以及反恐资讯 甚至包括在军火出售方面的竞争 更不容易忽视的 是在工业上 以及商业活动上的监听 但是有法国高调升讨 监有美国的监听 似乎也有一点尴尬 对这起窃听事件 最直白严厉的批评 当然毫无悬念的来自北京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是公认的全球头号黑客帝国和窃密大户 其窃密对象不仅包括竞争对手 也包括美国自身的盟友 称得上是大规模 无差别窃听窃密的惯犯高手 即便是美国盟友也对此表示不可接受 在对拜登上台后 与欧洲关系更形恶化的中国而言 捡到一个向欧洲喊话表态的计划 拜登将于6月14日访欧 出席北约高峰会议 欧洲之行将是他就任后的首次出国访问 无疑显示了拜登眼里联欧至终的重要 但是这一件在峰会前夕被揭露的监听丑闻 恐怕会让这场峰会的目前幕后 添加了新的议题与张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